现在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这次斯蒂芬问这个事情真的会开启 美国两党最高前所未有的一场 内部的挖共匪利益链的一场斗争 这是绝对的 因为他直接牵扯到现任总统和前任总统 川普总统和拜登总统 而且双方一定是绝对是大打出手 这种情况下 所有跟中共勾兑的人和中共有利益的人 几乎全部都会被挖出来 当然华人社群过去的像那什么 把不负啊 这孙子还是冒充牧师啊 是吧 在美国的渗透 那都会被整出来 一个都不给你拉下 因为这次我相信美国FBI CIA 这种国际情报部门 国内情报部门 所有的这些人都会彻射地底的暴露 因为这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需要 而且他们做的也太夸张了 也不难找到 除非是美国不想找 但是能撬动两党的事情 就是咱们这个事件 爆料革命新农联邦 最后这两党一定会在这个问题上 共同立法挖出共产党的所有的间隙 立法 然后呢和中共一定是全力灭共 然后承认新中国联邦 他们有多烂 我们就多伟大 这个没办法 这是历史安排的 太大了 这事 太大了